对自己说 我不难过 挣扎去 我有心了 十万坠落 狂奔的我 会重新难过 痛过 哭过 狂奔的我 再一次 少留 今天我对年红花园是有担心的 因为我很害怕摇滚乐的 所谓音哑的频率会一直很相似 会给人家没有新鲜感的感觉 事实上这也是我担心的 对年红花园的担心 但是他们一直在传递的 不仅仅是音乐的一样 而是他们真正对音乐的热情 跟那个精神 可是有多少人能够 理解他们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音乐本质 还是很重要 这一点我会担心他们 大众对他们的理解度 不高的时候 他们还是得用音乐 真实地去打动到观众 我希望未来年红花园的音乐 还是要一步一步地 让听众更有共鸣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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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